为半成品原著空档7个月 6.3分的朱莲玉木真的能拯救赵露丝吗 朱莲玉木竟是赵露丝的转型之作 真不怪赵露丝摇人宣传 他把宝全压在这部剧上了 那小朱莲真的达到他的预期了吗 赵露丝原本一直在走甜妹路线 从欧我的皇帝陛下传闻中的陈千千开始就是甜妹疯 但在近几年他的作品里逐渐有了大女主崛起那味 长歌行李的乐烟 青汉灿烂里的承哨商是带着一种崛起味的甜妹 但这次的朱莲玉木是结结实实走大女主路线的 剧中端午的一句 我想要自由 成了众多观众决定看这部剧的一同原因 我想要死 端午七八岁时被人抓来猪场当猪奴 他见识过外面的世界才会迸发出最自由的渴望 这也是为何其他猪奴麻木的原因 一滴浇人类 万千猪奴血 朱莲玉木也是赵露丝近几年来最认真的一部戏 继星寒灿烂之后 神隐 后浪 偷偷藏不住里 他的演技都有被吐槽 所以看出他并没有为角色付出权力 要说赵露丝的演技不能说是非常精湛厉害的 但也是过了及格线还要往上一点的 这次朱莲玉木不管是下水戏还是情感对手戏 他都很卖力 在台词上也能看得出他的用心 赵露丝这次想靠这部剧扭转口碑 朱莲玉木的原著只有前传 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气坑 翻拍成电视剧也算是原创剧本来的 赵露丝为了这样一个半成品 痛挡七个月 这也能看出他真的很喜欢端午这个角色 戏外的他何尝不是另一个端午呢 从受众稀少的网剧开始 到现在的大女主剧 赵露丝也确实探出了一条花路 看朱莲玉木的众多评价都是剧不错 按这个口碑来说 赵露丝或许真能凭借他一举扭转口碑 可惜剧台上来的时机有些不对 比起带着悲情味的剧 大多观众更喜欢欢快一下的 加上永夜星和时大IP改编剧 两部剧一对打高下立线 假如错开这波商战 6.3或许都低了